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飞翔房车俱乐部 我是惠惠 之前看了那么多纵窗版的房车 今天我们来看一期横窗版的房车 外观部分清爽流畅的线条造型 蓝白相间 简约大气的拉花设计 外置抽拉式柴油炉 无明火 无黑烟 防墙风 还有一个内外贯通的储物空间 拿取方便 哎 车内的厨房区域就是这样一个状态了 不想在外面做饭的话 车内还有这样一个内置的柴油炉 同样的无明火 无黑烟 造音响 在这个炉子的上方抽油烟机的出风口就在这里 做饭的时候可以把这个吊柜往下边降一点 然后这样这样 这个抽油烟机的出风口就可以离咱的锅更近一点 打开这个柜子 抽油烟机旁边就是储物空间 在咱做饭给它降下来的时候 二层还可以放一些备菜时候的盘子呀 菜品呀之类的 房车主行嘛 空间利用就是王道 再来看看驾驶区 大通V90的底盘 上汽派2.0T柴油发动机 6AT自动挡变速箱 最大安全时速150千米每小时 最大功率108.5千瓦 最大扭矩375牛米 准程人数4-6人 油箱80升 这个参数您还满意吗 中间有这样一个四人对坐的会客厅 前方正副架均可旋转 中排这样两个航空座椅 按照人体工程学原理打造真正实现 坐车不匹配 一张座椅配备了脚脱 椅背调节 前后移动 左右侧滑多重功能 再加上中间这个一键收纳的小餐桌呀 不管您是二人对坐 简单吃饭 还是四人对坐 商务洽谈都很合适 整车算下来呢 就是有这样的四张座椅 还有三张床 没看出来有三张床 没事 我带您慢慢的了解了解 简单瞅一眼 哎 后方好像是有这样两张床 近距离看一下 下方一个1.25乘以2米的床 上方还有一个备用床 不用的时候也可以再把它往里折过去 这样的话下铺睡的时候也会更加的通透一点 上边就可以放个被子呀 枕头呀 或衣物之类的 看到两张床了 那我们的第三张床在哪里呢 来向后转 平常不用的时候就可以是现在这样一个状态 不影响正常空间的使用 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可以把这里给降下来 完全打开之后就是现在这样一个状态了 1.3乘以2米乘重600斤 早上起床的时候呀 被子震头不想收也可以 直接一键给它升起来 车顶上方呀 留足了空间可以直接收上去 懒人床技能您get了吗 卫生间部分顶着双向换机扇 旁边配备了独立的照明系统 再往旁边看来一个储物空间 铃鱼花洒也在这里 一个五孔插座 旁边还是毛巾置物架 当然了也可以挂一些小衣服 再往下看通风换气用的外推窗 旁边大大小小的储物空间 再往下来就是飞翔房车 一个折叠式的洗手盆 最下方赛特福德可旋转的马桶 最后再来说一下这款车的水电问题 800安时的锂电 600瓦的太阳能板 230升的净水箱 70升的灰水箱 好啦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 下次还想看哪款车评论区滴滴我